第三千三百六十一集 宇文基一百首道 无妨 圣天府那边被轮回之主一闹 天才娘娘受损严重 气焰没以前那么赤胜 我打算以百万大元丹和道经为代价 请破军大帝出山 应该可以应付天才娘娘的威胁 闻言 陈苍生脸色阴沉不定 想对付天才娘娘没那么容易 此人精通太上天叛道 带天执掌审判之鉴 等同是上位者的代理人 少主 你孤身一人如何是他的敌手 宇文基道 所以我打算请破军大帝出山 就这么定了 无论是荒隆古地的宝藏还是叶洛尔 对我们明龙神殿都极其重要 绝不能失去任何一个 陈苍生和几个高层长老相视一眼 沉默着不作声 半晌之后 陈苍生才叹道 那好吧 少主 都听你的吩咐 咱们兵分两路 宇文基宁力一笑道 很好 等拿到龙神破天绝 还有荒隆古地的宝藏 咱们明龙神殿 必定能超越五大天殿 成为天人狱最顶尖的势力 明龙神殿的计划就这样定了下来 而在太旋阵门那边 叶晨和顿甲心灵冥冥之中 也是感到了明龙神殿的窥视 掌教至尊 不好了 我感应到明龙神殿的窥探 咱们恐怕要暴露了 顿甲心灵发出凝重的声音 夜尘脸色也是凝重道 不 应该还没暴露 他们没有真正锁定太旋阵门 只是锁定了一个大致的范围 想要真正寻找 也没那么容易 顿甲心灵道 但天机被锁定 我们迟早会被发现 而且我听说最近 荒隆古地的秘密快要开启 明龙神殿也想夺取 一旦他们得到了 荒隆古地的宝藏 那要屠灭我们太旋阵门 真是易如反掌了 荒隆古地 夜尘眉头一皱 顿甲心灵道 正是 传说中的荒隆天星 就是荒隆古地亲手铸造的 此人是横谷圣地 一个时代的大能 他留下的宝藏 价值不可估量 一旦明龙神殿拿到 他们的势力 可能会超越五大天殿 闻言 夜尘心头一沉 却觉得阵阵危机压力袭来 给我发一封飞剑传书 去圣天府 和池渊前辈商量一下 夜尘也感到危机严重 他需要池渊圣王的支持 是 顿甲天星当即发信去圣天府 虚空之中的窥死气息 这个时候也消失了 显然 明龙神殿并不能具体锁定 叶洛尔的位置 只能推测出一个大概范围 夜尘 还有周旋的余地 而叶洛尔那边 洪荒神龙的气象收敛 叶洛尔盘膝而坐 还处于突破感悟的关头 周身 金色神西浮动 一层层彩霞弥漫 锐气喷勃 显出无比辉弘的威势 叶神心里很是期待 不知等叶洛尔成功突破 会是怎样的一番景象 到那个时候 或许能真正解决 明龙神殿的威胁 不过将希望寄托在叶洛尔身上 不够稳妥 夜尘还是想靠自己的实力 我必须尽快提升 荒龙谷地的遗迹 如果我能进去 抢到里面的宝藏那就好了 想到荒龙谷地的宝藏 夜尘心神不禁炽烈起来 与此同时 天人狱已处边界 三道绝眉身影骤然出现 为首女子一袭白发 无边寒意蔓延 如果夜尘在这里 必然会发现 对方是苏默涵前辈 苏默涵带着魏影来到了天人狱 现在魏影的实力不断提升 唯有踏入天人狱 才能变得更强 在魏影和苏默涵身边 还跟着一个浑身白衣如雪 绝美无比的女子却是夏若雪 夏若雪自然也知道 夜尘来了天人狱 她也想踏入天人狱 追随夜尘的脚步 所以特地跟着苏默涵 魏影前来 世尊 那红天经真的被封印在天人狱 魏影看着苏默涵颇微凝重地询问 当初红天经一根手指 贯穿玉外 降临到黄泉世界 她也在场 清楚感受到红天经的恐怖 一想到夜尘的最终敌人 居然是此等可怕的存在 魏影就有一种不可战胜的感觉 如坠入深渊一般 深深的无力 没错 夜尘那小子如果不死的话 迟早要面对红天经的威胁 红天经心狠手辣 绝不会只杀夜尘一个人 他一定会赶尽杀绝 将你们也一并杀死的 苏默涵美眸森然 显然也知道红天经的秘心 她是任飞凡的红颜知己 当年也辅助过任飞凡的布局 魏影和夏若雪 都是夜尘身边亲近的女人 红天经肯定会赶尽杀绝 不可能放过任何一个人 魏影问 师尊 以你的实力 能不能战胜红天经 苏默涵呵呵一笑道 如果她是封印状态 我或许能战胜 但如果巅峰对决 我不是她的对手 除非和任飞凡双剑合臂 但风险也是极大 随时都有陨落的危险 文言 魏影和夏若雪都是一阵震动 更进一步感受到红天经的强大 居然连苏默涵和任飞凡 双剑合臂 都有陨落的危险 可想而知 传说中的上位者有多么恐怖了 走吧 我带你们去默涵神宫 那是我以前的修炼道场 苏默涵一伸手 也不再废话 直接带着魏影和夏若雪 遇风往前飞去 不孝多时 三人来到云顶上的天空 在这片天空里 烟霞弥漫 金光万道 红泥滚滚 漫天烟雾 眼映下 隐约可见一片 灰红浩瀚的宫殿 进口处悬挂着 墨涵神宫四个字 一阵阵古老的钟声 丝竹声 仙女歌声 从宫殿深处传出 宫殿之内 有许许多多 轻力的女子 在不断地走动着 整个墨涵神宫 没有男子的存在 只有女弟子 参见公主 苏默涵一回来 诸多女弟子 便攻身行礼问好 哦 苏默涵点点头 当即带着 卫影和夏若雪进去 卫影和夏若雪 都是好奇 打量的四周 这墨涵神宫 最吸引人注目的 就是高高悬挂在 宫殿上空的 一颗星辰 这颗星辰 云征辖位 烟雾环绕 居然是混沌九星之一 叫七云天星 可迸发出浩瀚烟云 遮掩一切 所以 墨涵神宫的位置 根本没有外人发现 如果不是苏默涵带路 卫影和夏若雪 也来不了这里 而且 无穷的云气 还可以吞噬敌人 敌人一旦被 拖入七云天星里 立即就要迷失在 无穷的烟雾云霞之中 找不到离开的路 要活生生地被困死 接下来的时间呢 你们暂时去七云天星修炼 这颗星辰的灵气 岂为充足 足够你们突破了 苏默涵指了指 不远处的星辰 那颗七云天星 可谓是 墨涵神宫的镇派之宝 灵气无比浓郁 现在面对 红天晶的威胁 卫影和夏若雪 只有尽快提升实力 才能够对付它 是 师尊 卫影点点头 当即朝着七云天星飞去 苏贤辈 多谢 夏若雪也是道谢一声 苏默涵 肯带他来墨涵神宫 让他有修炼突破的机会 他也很是感激 当下夏若雪 也跟随着卫影 飞到了七云天星上 两人一踏入七云天星 顿时风起云涌 周遭云雾不断涌来 这颗星辰上的山川河流 都笼罩在大片大片的迷雾里 四瞻四幻 宛如在梦境之中 幸好这颗七云天星 有苏默涵的意志 星辰上的珠般云雾沙阵 都没有启动 自然没有伤害到 背影和下若雪 两人相视一眼 点点头 很有默契地分散离开 各自寻了一块灵气 充足的地方 默默地盘膝修炼 这颗七云天星 天地灵气浓郁 在这里修炼 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下若雪修炼了许久 只觉得神清气爽 竟是隐隐有突破的迹象 明月圆主 是你吗 而在这个时候 下若雪隐约之间 听到七云天星深处 传来一阵若有若无的呼唤声 是谁 下若雪吃了一惊 顿时睁开眼睛 没想到居然会有人呼唤自己 而且还是叫 明月圆主的名号 下若雪继承了明月天书 就是这一代的明月圆主 现在听到在七云天星里 居然有人呼唤自己 顿时大感离奇 要知道 七云天星 可是苏穆涵的法宝 在这个地方 居然听到有人呼唤 简直是匪夷所思 而且在这个时候 下若雪的明月天书 也是自动浮现而出 悬浮在它头顶上 释放出无穷明月清辉 当初得到星月之神的传承后 下若雪的明月天书 就晋升成了大圆树 如今浮现出来 似乎是天机呼应 在七云天星深处 有明月天书的大纪圆 这到底怎么回事 下若雪惊讶不已 当即站了起来 想去深处查探 但又不敢胡乱行动 毕竟这里是 墨寒神宫的地盘 还是先问问苏姐妹 下若雪当即离开 七云天星 在墨寒神宫的大殿里 见到了苏墨寒 苏墨寒道 若雪 你怎么这么快出来了 下若雪道 苏前辈 我听到 在青云天星深处 似乎有人在召唤我 不知 这里有什么秘密 闻言 苏墨寒心头一阵道 你听到了明月天书的召唤 下若雪惊道 苏前辈 你怎么知道 苏墨寒叹了一口气 却没有回答 而是突然反问道 我先问你 你愿意为叶尘那小子 付出到什么地步